在诉说苏炳天的故事之前,想要对阅读这篇文章的朋友说一句,梦想很贵,请您不要浪费。 苏炳天,1989年8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庭也并不富裕,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苏炳天自小就开始干家务活,做什么事情都有条不紊的,父母在田地里干农活的时候,他就经常奔跑在田野之中,父母对儿子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更希望他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 小时候的苏炳天非常调皮爱玩,经常和小伙伴奔跑在村庄的各个角落,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苏炳天培养了自己的兴趣。 初中时期,由于苏炳天比较贪玩,并且特别不爱学习,一上课就爱犯困,不想上课的苏炳天,就开始想到学校的田径队。 在初二的时候,他为了逃避留校补课,而参加学校的田径队,因为那个时候参加到田径队,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不用去上课了。 当时,苏炳天因为练习立定跳远表现出色,被学校的体育老师发现,进入到学校的田径队以后, 苏炳天发现了自己对于短跑的天赋,和对田径赛场的喜爱,身上的肌肉也开始越来越多,速度也在不断提高,苏炳天也很享受在田径赛场上奔跑的感觉。 2004年,当时身高只有一米五的苏炳天,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短跑的正式比赛。 在一次中山市中学生的白米赛场上,苏炳天凭借11.74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这一刻,就是苏炳天梦想生根发芽的那一刻。 由于短跑的成绩非常优秀,苏炳天被中山市体校的田径教练宁德宝招入麾下。 苏炳天训练非常刻苦,再加上小时候也经常吃苦干活。 这对于苏炳天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随后,苏炳天便被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录取,开始接受正规化系统化的训练。 在训练期间,苏炳天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为了自己的梦想,苏炳天整天泡在训练场上,功夫不负有心人,苏炳天的进步很快。 在训练三个月以后,他开始参加省级的比赛,在100米和200米项目上都进入决赛。 由于苏炳天发挥得非常好,在一次广东省的比赛中,苏炳天以10.66秒获得该比赛的100米冠军,之后就被招进广东省的田径队,进行更高水平,更高级别的训练。 2007年,苏炳天进入到广东省队开始进行训练,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并且师从袁国强教练。 他曾经是第一个全国百米纪录的创造者。 苏炳天当时的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代表亚洲人黄皮肤,站在国际大赛的赛场之上。 而后的苏炳天像是一个冠军收割机,在各种国内类型的比赛,都获得了冠军。 仅仅在2019年这一年,他就获得了11块金牌,并且成绩已经接近10.3秒。 苏炳天在之后的每年都在稳健的进步,也多次打破国内尘封多年的记录。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苏炳天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跑进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的短跑运动员。 但是,始终没有闯入10秒的大关。 为了闯进10秒大关,提升自己的成绩。 苏炳天做出一个让很多人震惊的决定,就是从右脚起步开始转变为左脚起步,从而改变自己的短跑节奏。 这一改变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用了将近20多年右手写字,突然改到左手。 这一改变并不是顺利的。 苏炳天的成绩仍然提不上去,甚至比原来的成绩更差了。 这让苏炳天非常受挫,一度想要放弃改变,放弃短跑这项运动。 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他,其中包括他的老婆,给了他很多的鼓励,让他坚持下去。 果然,渐渐找到状态的苏炳天,有了很大的改观。 在2015年5月的国际田连钻石联赛上,苏炳天以9秒99的成绩,成为黄种人第一个跑进10秒的亚洲人。 之后的苏炳天,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多次刷新记录,冲进10秒以内。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真正的证明了苏神的实力。 由于人种之间的差异,男子白米一直被黑人所垄断,并且从来没有黄种人进过奥运会的决赛。 在半决赛的赛场上,苏炳天被寄予厚望,开枪,起跑,冲线。 9秒83,苏炳天再次创造了奇迹,并且成功杀入决赛,成为第一个站在奥运会决赛的亚洲人。 谁能想,这个32岁的老将,仍然为中国人,亚洲人创造了足以载入史册的成绩。 当他踏上东京奥运会白米的决赛场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赢了。 苏炳天不仅事业有成,爱情也非常美满,他和林燕芳的爱情故事,堪比偶像剧。 俩人是初中同学,当时,苏炳天是班里最调皮捣蛋的学生,而林燕芳是班上最好看的姑娘。 苏炳天被这个好看的姑娘深深吸引了,经常去挑逗她,一直吸引着她的注意。 毕业以后,他俩在一起了,确实是早恋。 不提倡哦,可是,苏炳天要去市里体校,两人开始了异地恋,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普遍,他俩经常用写信的方式去表达对彼此的思念。 随着苏炳天的实力的提升,他俩相距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但是他们的心却是永远在一起的。 不太会浪漫的苏炳天,偷偷为他准备惊喜,在海边给他求婚,最后也成功将自己喜欢的女孩娶回家。 苏炳天也在结婚的时候说,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手捧鲜花向最爱的人求婚,最值得的事情就是把他娶回家。 两人之间相互信任,无论苏炳天训练,比赛还是去任何地方,苏炳天都会给林燕芳报备行踪。 在苏炳天的微博上也可以发现,除了一些商务广告,苏炳天所有的动态都会爱特他老婆,为的就是让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而且保持了很多年,小时候不爱学习的苏炳天,现在开始担任济南大学的副教授,为了培养我国短跑的后辈人才。 他说过,9秒83一定不是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的极限。 他相信在科学的指导下,会有更多的中国选手登上百米决赛的赛场上的。 苏炳天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即使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梦想,也希望他的故事能够给每一个追梦的人一些鼓励。 梦想很贵,请不要浪费,也希望苏炳天可以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为苏神加油。